吹牛大王历险记 第十二章 空中之行 在经历了那次余度逃生之后 我便去了土耳其 为什么去土耳其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因为我一直是个很随性的人 经常说走就走 不过 也可能有一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跟那里的苏丹王相熟吧 土耳其是个风景优美的国家 不仅有著名的爱琴海 还有马尔玛拉海 地中海等景色宜人的地方 我和你们说 在马尔玛拉海上泛舟 是件相当惬意的事情 因为周边的风景随便找个相框一框 就成了一幅极美的画 当然 我肯定是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之后 才依据事实说出这番话的 下面 我就讲讲我在马尔玛拉海的故事吧 记得有一次泛舟时 我无意中发现海面上远远地飘着一个黑点 出于一种本能的好奇 我划着小船慢慢地靠了过去 想看看那个黑点是什么 嘿 当我靠近的时候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 气球 是的 是一个气球 不过 不是你们通常看到的那种小小的 而是一个巨大的和伊斯坦布尔大清真寺的圆顶差不多大的气球 通常 这种气球的下面装有一个吊栏 里面可以载人载物 所以 当我发现这个气球后 便马上开始找吊栏 看看里面是否有人需要帮助 果然 我在吊栏里找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男人 当时 他正和整个气球一起在海里飘着 随波逐流 我想 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并救了他 估计他很快就会命丧大海了 当他的身体恢复之后 他和我讲了他的经历 并把那个气球送给了我 下面 我就讲讲这个男人的经历吧 他叫史密斯 是英国的一个气球运动员 出事前 他正在驾驶着气球从纽约起飞 并一路向西飞去 准备越过美洲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人们总是习惯说天有不测风云 这是因为风对人类来说确实无法掌控 而史密斯也同样如此 他希望一直是东风 这样他才能一路向西 可偏偏天宫不作美 不久就让他和一股强劲的西风相遇了 没办法 气球只能带着他顺着风向东边飞去了 本来 这已经算很不幸了 可没想到更不幸的还在后面呢 飞行过程中 气球发生了故障 无法控制上升和下降 只能随风飘来飘去 这个倒霉的家伙就这样被困在了空中 靠吊篮里为数不多的食物和水来维持生命 如果不是气球后来发生破损 导致漏气 接着降落到海里 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飘着呢 虽然在海里也是飘 不过 至少有被人发现并获救的机会 在天上可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机会的 说起那个气球 史密斯把它送给我之后 我便计划着来一趟空中旅行 不过 这需要史密斯的帮助 因为我需要一个会驾驶气球的人呢 于是 我们一起修好了气球 然后带着一只羊出发了 你们可能要问 为什么是带着一只羊 而不是别的动物 而且为什么要带着羊呢 嗯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话长了 我还是给你们讲讲吧 那天 我们在往吊篮里装食物时 不小心弄脱了毛篮 也就是把气球拴到地上 以免飞走的一条篮绳 作用和船毛相同 气球马上就慢腾腾地开始升空了 当时 我们都还在吊篮外呢 一看到这情景 就连忙跳进了吊篮里 慌乱中 不知怎么就把一只羊也带了进去 就这样 我们的旅途多了一只羊作伴 这样的经历也算是新鲜而奇特的了 现在我们转回正题 还是说说接下来的空中旅行吧 从上面往下俯瞰的感觉 可比之前坐车或坐船时好太多了 山川 河流 大洋 一切美景都尽收眼底 而且 气球飞得越高 我们的视线就越开阔 看到的景色就越多 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越让人兴奋 大概我和史密斯太高兴了 以至于忘记了控制气球的高度 于是 在不知不觉中 气球里太阳就越来越近 而周围的空气也越来越热 当我们终于反应过来 慌手慌脚的去开动气阀 好让气球下降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气阀竟然出故障了 也就是说 我们没法让气球降落 只能任由它不断靠近太阳 一想到我们会被太阳 烤成黑漆漆的焦炭 我就不寒而栗的抖了几下 我可不愿意是这样的结局 所以 毅然拿起我的猎枪 对准气球一连开了好几枪 当气球上出现了几个弹孔之后 里面的气开始往外泄 我们终于开始往下降 泄天泄地 我们不用变成焦炭了 当我如是中复的准备 和史密斯机长庆祝时 我惊讶地发现 那只被我们无意中带上来的羊 竟然被烤熟了 而这时 我和史密斯的肚子 正好传来咕噜咕噜的饥饿声 于是 我们对着这个烤全羊 大块朵移起来 我发誓 这绝对是我吃过的 最香的烤羊肉 以至于我都想赞美太阳 为天下最棒的厨师了 当我们吃得饱饱的时候 气球终于不再下降了 因为它挂在了一棵 挂满椰枣的椰枣树上 想不到 丰盛的烤羊大餐之后 还有饭后水果 这实在是太让人喜出旺败了 为了不辜负这天赐的美意 我们两个又吃了个够 然后才心满意足地 从椰枣树上爬下来 接着 我们找到了一弯清泉 舒舒服服地清洗了下 自己疲惫的身体 然后 便躺倒在全面的苔藓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一个阿拉伯骆驼商队把我们吵醒了 要知道 我们是多么不愿从睡梦中醒来啊 因为这一觉实在是睡得太舒服了 不过 这个商队的到来也让我们很快兴奋起来 因为从他们口里我们得知 周围到处是阿拉伯沙漠的滚烫的沙子 我们刚好处在沙漠的一个绿洲里 而且我们还得知 这群阿拉伯商人正要前往土耳其的军事坦丁堡 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前行 回到了土耳其 故事讲到这里 细心的人可能会问我 那个气球最后怎么样了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只能回答 物尽其用 我是一个非常讲究实用和节约的人 所以便割下气球的胶皮 请商队里的一个能工巧匠 帮我做了一双鞋套 这样下雨的时候 我就不怕鞋子被打湿了 这些胶质的材质非常好 柔韧耐磨 所以做出的鞋套也十分经久耐用 以至于现在 我还很好地保存着他们 如果你们喜欢 我倒是很乐意拿给你们看看 只不过 他们现在没带在我身上 这点还是相当遗憾的 讲了这么久的故事 我都有些累了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 剩下的下回再接着讲 我们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